国务院总理李强29号在海南博敖会见科特迪瓦总理阿西 李强表示 在习近平主席和瓦塔拉总统战略引领下 中科关系全面快速发展 我们愿以两国建交40周年为新起点 推动双边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李强指出 中方赞赏科特迪瓦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 愿同科特迪瓦加强发展规划对接 深化农业 基建 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 助力科特迪瓦早日实现粮食自己 推进工业化进程 帮助科方培养更多发展人才 支持科方反恐维稳 阿西祝贺中方取得应对新冠疫情的重大胜利 她表示 科特迪瓦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合作 愿同中方以建交40周年为契机 深化投资 农业 教育培训等领域合作 帮助科加快经济社会发展 指禁合机 共iji ไดお优务 对 循arkan 向码